安安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建軒 奧斯汀 哈囉大家好 謝謝 全部都是你 其實這首歌 還有也是很符合我這張專輯的一個 預設的一個概念 像是 我覺得全部都是你應該是在 你無所畏懼的時候 然後你對一個人就是 你任何時候都想到他 就是因為其實每個人應該都有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階段 那我覺得 把這個moment記錄下來 然後送給 支持我的聽眾朋友 對 聽眾我的粉絲 對 我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所以在2月14號當天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突破和嘗試 其實就是流行嘛 然後K-pop 然後有點EDM的元素 其實整張專輯的 接下來都會往這個方向去前進 這就是在 這張專輯 然後想要給他更多一點的顏色 可以透露一下接下來的歌的一個小小的故事 一開始是全部都是你 然後可能在 一些感情的真 比較複雜的關係中 發現自己才是 很可 不重要的那個誰 那個誰 對 所以我有一首歌叫那個誰 就是在寫一個三角鏈的關係 其實我就是把自己的專輯變成像 十張沒有翻過的牌面 然後第一張是很甜蜜的 然後第二張是在告訴大家 可能在感情的過程中 還是會遇到一些不如意不順遂的事情 然後叫那個誰 然後再來就可能 我要離開 就叫Baby Love You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還在醞釀了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我發現其實現在幾乎 不管今天是家人朋友一起出去 其實都在滑手機 對 然後手機都這樣一直這樣滑 就直直的這樣滑 所以我覺得那何不和導演討論完 我們做個直的好了 然後而且做直的還有一個 感覺有一種很close的感覺 尤其是像IG做的那種現實動態的感覺 就像是我把每一個 我覺得算是生活的某一個moment 或一個片段 所以它的畫面從頭到尾都是 我這二十四小時都是要為你做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說這一整天我就是要安排一個 令你難忘的新年紀 我覺得高中 國中 大學 這個時候的所有人交的感情 應該都是屬於那種 比較純純的愛吧 就是OK 就真的全部都是 就是我開心希望 因為其實壓力沒那麼大 你不用考慮到很多現實層面的問題 但是隨著年紀變大 你會可能會在乎更多更多的事情 其實感情像天秤一樣 天秤一樣 其實不應該誰去救誰 而是說是它其實是互相 一種互相 那今天只是在於說是 你用不用因為我改變 我用不用為你做一些小小的調整 其實我覺得創作很多是來自於生活 創作是我大概駐唱大概有五六年了 而五年的時候就開始 因為想說一直在唱別人的歌 那我那時候我的一個樂手 因為我不自己寫寫看 我覺得跟我學的東西很像 我是學哲學的嘛 就不斷去驗證 那其實我可以知道說 我唱歌我都會挑我覺得大家會喜歡的歌 那我寫出來的旋律照來講 大家也會喜歡 因為我自己如果也喜歡的話 它就是符合那個脈絡的 其實以前都沒有在聽 就是沒有在歌唱這邊去培養 但是我以前在打電動的時候 我瘋狂聽之後覺得那個歌 就覺得那時候呢 我記得那時候 小時候最喜歡熬夜打電動嘛 然後就聽 就我不懂台語 我不知道 我家裡也是非常的和諧 但是就覺得 Oh my God 怎麼會有這種Grooving 這個節奏怎麼那麼好 就覺得很High 歌的能量應該是除了愛情 除了你對時事的一些看法 還有一些是更重要在我們身邊的親情 所以但是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音樂的可能性 很開心就是也很感謝這一路來支持我的粉絲朋友們 沒有你們真的就沒有我們 那唯一最好回饋你們的方式 我覺得就是寫出更多好聽的作品 在任何的一個舞台上 然後百分之百的唱好聽的歌 做好看的表演給你們看 我覺得就是我們對你們最大的回饋 然後你們沒有支持錯人 然後我會繼續寫好聽的歌 謝謝 4月6號 7號在松菸文創 然後我本身是球鞋市集的代言人 然後在當天會跟大家一起逛這個 我覺得非常充滿潮流意味的這個球鞋市集 然後也會在上面唱歌給你們聽 然後大概會有30分鐘的演出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來買你想要的鞋子 然後呢聽好聽的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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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